我想首先原來最早川普政府放棄了原來的六方和會談 四方會談 直接了當的跟朝鮮直接就談判 朝鮮也願意樂得這樣做 但是後來我們也看到 一旦朝美會談確定了之後 中共馬上感覺到它受到邊緣化了 並且我覺得朝鮮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政權 兩個人都意識到一點 他們實際上都誤判了川普 實際上很多美國人也沒有真正很清楚 對川普總統的很多決定也都感到非常的吃驚 世界都會感到震驚 我們要知道在人類的歷史上 世界歷史上只有大概一個國家 南非主動放棄了核武器 而這些朝鮮共產黨也好 中國共產黨也好 這些共產黨政權都不會放棄核武器的 實際上朝鮮就是想利用就是說 當然它收到了制裁的壓力 它想走這個以前的路呢 就是說希望能夠拖延 但是後來看拖延不了以後呢 我想這是為什麼 就是說中國朝鮮會 金正會跑到北京去見習近平 而中共也樂得就是在這個時候呢 重新施加它的影響力 覺得它不是個局外人 我想它的這個保證呢就是應該是就是說 讓這個朝鮮把這個核武器現在轉移到中朝邊境 那些大山的山頂下去 這樣的話呢它可以說是不在朝鮮 中共可以幫它保護 也這個朝鮮可以進一步留下這些核武器 它可能可以以後未來可以繼續訛詐之用 我想這個就是很可能就是在大連發生的事情 然後那個習近平同意了這個朝鮮把核武器轉移到中朝邊境 或者放到中方一邊 放到山洞裡邊 這樣的話呢就是說又可以躲過這個美國 這個即將來的那些談判 但是這也是為什麼朝金正恩突然變了 改變了那個它的那個語氣 也變得跟中共呢 開始又重新那個親熱起來了